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就是得要去體會 為什麼連純情類的材質家人故事 都被曹雪芹視為是剩於淫爛 那就很明顯只有一個答案 那就是對曹雪芹來講呢 連純情的那一種都算淫爛 我的體會就是 恐怕對曹雪芹來講 你即使純情沒有所謂的身體的出軌 那都叫做淫爛 但是這如何可能呢 這是不是跟我們今天對於淫爛這個詞彙的理解不一樣嗎 對不對 所以啊 理解不一樣 難道就是我們對曹雪芹錯嗎 當然不是啊 一定是顛倒過來啊 因為這個《紅樓夢》是曹雪芹寫的嘛 所以我們該做的事情去理解曹雪芹 到底是怎麼界定淫爛的這一個含義 所以我在此呢就做了 又只好連續做了幾篇相關的研究 終於還算明白原來對曹雪芹所謂的淫爛 他的定義無比嚴格 跟我們今天不一樣 我們今天的淫爛呢是 主要是指那個肉欲方面的出軌 可是對貴族世家來講 簡單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 雖然那個真的論證起來就很麻煩 要很多的篇幅 但是呢如果簡單來說 我相信你們應該就可以明白 為什麼曹雪芹這麼講 因為對他們這種貴族世家來講 是非常注重禮教 非常注重倫理道德 而就男女的婚戀關係上 他們的根本原則 是不是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換句話說 如果違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而在婚前就發生了男女私情密戀 私情密戀 這個對他們來講就是心靈的不爭 不爭就是淫爛 簡單說就是這樣 所以呢 才子家人故事 那當然就是終不能不涉於淫爛嘛 因為他們是不是都在父母之命媒妁之前 就跟一個男人一見鍾情了對不對 那這麼一來就算你沒有什麼實質的出軌 可是你的心已經落入到 他們所定義的不爭 這幾個不爭的心 你去賊 你去賊